你敢想象这是一个70多岁的老头 平常走路都费劲的迟暮老人 却为好友报仇当起了杀手 头脑清晰游泳有谋 用以暴制暴身上正义的方式 横扫整个贫民窟社区 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犯罪动作电影《哈利布朗》 大家好,这里是王帝讲电影 老人名叫哈利布朗 是一名退役的皇家海军军官 妻子去世后便靠着退休金 一直生活在贫民窟附近的公寓里 虽然年事已高 但精神头还是不错的 除了一有功夫就去祭奠妻子外 最大爱好便是与老友下棋消磨时间 两人时常相约在社区的小酒馆切缩棋义 可与以往不同的是 今天老友却显得格外烦躁 一直吐槽着贫民窟里的混混 因为公寓位置特殊 所以这一块的治安也非常不好 什么街头斗殴毒品交易屡见不鲜 甚至有些丧心病狂的家伙 为了证明自己有多扭白 竟公然枪杀了一位无辜的单身母亲 猖狂程度简直令人发指 虽然最后他们都得到了应有报应 但仍旧无法改变现状 环社区一片安宁 老友最近经常遭受混混袭扰 他很害怕却又非常无奈 同为退役海军出身 老友实在无法咽下这口恶气 哈里劝解他不要一起用事 毕竟有问题可以去找警察解决 殊不知老友已经报过警了 结果依然谋卵用 说着便从怀里掏出一把军刺摔门去 第二天一早 两名警察来到哈里家中 女警官弗兰告诉了他一个恶号 老友死了 而且就死在混混经常闹事的那个地下通道 一瞬间 哈里宛如被抽空的灵魂 既无助又悲伤 妻子与好友的相继理事 也让哈里仅存的坚强彻底决堤 事后 弗兰将所有嫌疑人抓进警局盘问 可即便问题矛头全指向了他们 但迫于没有实质证据 最终这群混混还是被无罪释放 过了几天 弗兰再次找上哈里 这次带来的依然是个坏消息 警方通过清查现场凶器 发现老友是死于自己刀下 因为凶器上有他的指纹 还有外套纤维 言外之意 就算人真的是混混杀的 但按照刑法程序来走 他们也只会被指控成误杀 而不是谋杀 哈里听完非常气愤 随即便下了主客令 既然法律不能伸张正义 那么哈里就只能自己来做坏人 弗兰走后 他掏出了一把尘封许久的军刀 摸索着曾经征战过的痕迹 一场复仇之战就此踏响 哈里率先来到老友家中 看着被破坏到不成样子的房间 更加坚定了他想要复仇的念想 哈里隐藏在破碎窗口前 观察着小混混们的一举一动 当天晚上 他尾随一个混混来到一处窝点 接着大胆向对方说明来意 表示想要买把枪处理顶楼的鸽子 混混听完咧嘴一笑 他们向来对货不对人 只要价钱到位 一切都不是问题 不多时 一个小喽啰临来一包枪支 一边忙着说价 一边向哈里介绍着款型 殊不知 身为海军出身的哈里 远比他们要懂得多得多 此时的哈里则更为关心 屋里那个奄奄一息的女孩 他希望两人能把女孩送去医院 结果却被直接拒绝 一番交涉无果 哈里也不准被噎着了 随即一刀扎进小罗罗手腕 抄起手枪就追了出去 刚才还嚣张不已的小混混 最终也被哈里一枪送上席天 反正好人做到底的办事原则 哈里收拾好所需的枪支弹药 再将女孩抱上汽车 最后一把火点燃了混混窝底 来到医院门口 哈里顺手塞给女孩一打钞票后 便拎着包迅速离开了这里 一番折腾下来 总算讨回了点利息 不过哈里没有选择收手 他明白这群混混背后 一定还隐藏着其他大佬 果然通过多天的暗中监察 那名幕后大佬终于出现了 哈里没有放弃这个机会 他一路跟踪对方来到一处树林 然后 另一个小混混被哈里留了活口 毕竟他还需要问出真正的凶手 哈里将对方带回老友家中 拿起一根橡胶管就开始言行逼供 小混混胆子不大但嘴挺言 任凭哈里动手也不肯多说一字 直到被哈里用枪抵在膝盖上 这才将真相全盘夺出 承认了他们杀害老友的事实 甚至为了保全小命 还把手机的证据视频交给了哈里 看着好友被这群砸碎 施虐致死 哈里心中怒火已然达到最顶点 他用仅存的理智 将这个家伙带到了地下通道 此时真凶二狗正在和同伴快活逍遥 看着如同狗一样走出来的兄弟 两人掏枪缓缓走上前 小混混哭喊着让他们放下枪 结果 二狗见识不妙拔退就跑 哈里不想措施机会急忙追了出去 然而刚跑出通道 却突发哮喘倒在了地上 昏迷前 哈里强忍疼痛把枪扔进河里 等再次苏醒时已经躺进了医院 使弗兰和同事救了他 两人本想逼问哈里 说出通道内的实情 轻行护士这时赶来 以其身体虚弱为由将他们赶了出去 弗兰认为 此事绝对与哈里有关 警长却告诉他 还是认清事实为好 一个年近80岁走路都费尽的老头 怎么可能会是杀人凶手 与此同时 极其连续的强杀案 也惊动了当地警局高层 于是警长便打算借坡下驴 好好整治一下贫民窟治安 毕竟极其命案都是从这里发生的 但警长怎么也没想到 贫民窟的混混竟会如此猖狂难缠 特警们全被死死压制 随着冲突愈演愈烈 现场局势也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 另一边 弗兰和同事正要赶往支援 却不料途中发生了车祸 关键时刻还是从医院逃出来的哈里救了他们一命 社区冲突还在升级 被避免伤及两人 哈里将他们带到了小酒馆 酒馆老板非常友好 收留几人的同时还帮忙去叫救护车 弗兰看着哈里还被蒙在鼓里 终于将实情告知了他 原来通过暗中调查 弗兰发现酒馆老板正是二狗的叔叔 而整个社区混混的老大同样也是此人 哈里听完有些蒙圈 意识到待会儿会有变故 便拿着枪来到酒馆后面的仓库 发现酒馆老板果然有猫腻 就在这时 二狗也从旁边房间走出 见此情景 哈里还是没有完全相信弗兰 接着又将证据手机扔给酒馆老板 对方本意想着和解此事 不料哈里却因怒火攻心突发救急 事到如今 酒馆老板也不再隐藏真面目 他大声斥责侄子 表明做事就要做干净 次次留下把柄 真的让人很闹心 说着就捂死了弗兰的同事 正当二狗也准备效仿掐死弗兰时 倒在地上的哈里 突然从裤腿里掏出一把手枪 一声枪响 二狗直接毙命 酒馆老板顿时气急 抬枪就要干掉哈里 庆幸 警局支援终于在这时赶来 下一秒 影片最后 轻角行动非常成功 所有警员都得到了应有假奖 不过对于外界一致认为的 退役皇家海军复仇记忆说 警长聪明的选择了掩盖事实 社区重归安宁 百姓安居乐业 当老哈里再次走过那条地下通道时 也终于可以无所顾忌任意同行了 哈里布朗尚用于2009年 由奥斯卡影角迈克尔凯恩领衔出演 影片剧情简单克制 温吞水式的情节混搭暴力 夹杂之雪疆确实刺激不已 但它又不是纯粹的爆米花爽片 抑郁暴烈反应深刻 直面当代英国社会问题 年轻人危险颓迷 老年人老无所依 冷漠无情越来越近 热诚良知却渐行渐远 如此弊端环境下 却仍祈求着正义救赎和平 触动观折 尽显悲凉 好了 今天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